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坐在轮椅上 手脚行动似乎不便 说话也含糊不清 她演示了一下如何用鼻尖在手机上打字 那一刻记者有点震惊了 钟女士用短信告诉记者 她买了两次牛肉干 买的是300克 对方每次都只给100克 第一次退了13元钱 第二次不给补货 客服还用语言侮辱她 牛肉干是从天猫风潮食品专营店买的香当当牛肉粒 19.8元一袋 手栏有五张图片 往后翻 其中一张图片上写明 净重含量是100克一袋 中女士用鼻尖操作手机 往下翻是产品详细说明 有一项产品参数 里面写的净含量又变成了300克 在跟店家客服的聊天中 第一次客服说 你收了100克 给你退200克的钱13元 第二次 钟女士再次下单 并提醒对方不要少发漏发了 钟女士说 收到货后还是只有一百克 这次客服说货没少 你在撒谎 你上次也这样 一起把钱还回来 不然我会投诉你 我说他要委屈 我说为什么钱拿 算了 哎呦 烦烦作作工 都烦死了 他一个次一个次用鼻子给我们打字 我说他来了 你叫我们也可以 他说 你不要来好了 钟女士的母亲就在楼下 她说女儿生下来就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抢救才活过来 但是大脑已经缺氧了 医生说他大脑不好 其实是小脑不好 大脑他很灵的 小脑小脑不好就是手机不能动 他自己搞了 他自己在网上什么购物了 什么卖东西了 是搞了一点 政府还可以他每天一个星期来 三次帮他洗澡 为他服务三天 政府给他一个地保 那么财力也给他的500 政府才可以一切多过一切 钟女士现在四十多岁 丈夫几年前因病去世 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 钟女士的母亲说 老两口加上小女儿一起帮衬着带孩子 记者后来通过自己的淘宝账号跟店家客服进行了沟通 把钟女士反映的情况跟对方说了 也把产品参数的截图给了对方 但对方没有给记者回复 记者也把情况反映给了天猫公关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